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 今集的專題 圍繞著運動與健康 會報導上週末 在多倫多舉行的 藝術體操國際賽 還會用新發明儀器 見證大腦集中精神之後 腦電波的活動 練習專身 除了有助消除雜念 減少自己的壓力之外 有人還認為可以幫人醫到病 說的是能量治療 就是靠醫念來挪動自然能量 向著理想方向移動 達到醫療又或者養生效果 北美洲原住民自古就有能量治療 華人熟悉的氣功 亦都是能量治療的一種 近來國際間多了這方面的關注 雖然能量治療 未被西方主流醫學界承認療效 但是物理學上 又能解釋到能量移動的原理 其實用能量作為治療基礎 亦可建於瑜伽、Reiki 華人熟悉的中醫針灸和氣功 氣功所說的氣 是能量的另一個名稱 而氣功就像功夫一樣 有很多門派 不過全部都著重調色、調形、調心 即是鍛鍊時候非常講求呼吸 動作和集中精神 就這樣聽起來都有點像瑜伽 對,我們通常練氣功和瑜伽最大分別 就是瑜伽的動作比較大 例如伸展得更厲害 氣功動作不會全伸展 它一定會保留一點 它會更加鬆 一般氣功就是有呼吸 即是鼻吸、鼻呼 有意念 有動作或沒有動作 有指導的方法來行動氣 就是氣功 練氣功除了可以自我調理和養生之外 還可以發氣給其他人 達到治療效果 不過氣功師就要先掌握到 如何練氣和吸取周圍的氣 因為我們練的學生 通常有興趣學發氣 其實他們本身很喜歡練氣功的學生 所以每一件事都是訓練 最重要是訓練 訓練不要蝕自己的氣 這樣就可以了 很多學生在學完氣功之後 都覺得身體好了 我會用力量超級重 我會用力量 大學生 我會用力量 我會用力量 因為我會用力量 很科技 非常技術 很多人都看著這次 你不能夠訓練 你怎麼說 你不懂 你還要嘗試 你不知道 我常常有氣功問題 你知不知道 我常常有氣功的 但昨天我學習技術 我昨天學習的技術 我完全放下一個小時 I have fibromyalgia and for the past 15 years I've been trying to shake it off The chi was palpable and it sort of opened up the tissues, opened up the joints 即是还继续练眼气功,现在我还不用戴眼镜 即是我都有每天在computer打,打email,facebook 但我现在都不用戴眼镜 愈来愈多人肯定能量治疗的疗效 虽然未被西方主流医学认同 不过科学家一直都有从物理学角度去研究能量 一大物料可以対减的是一大物件 用能量擾动另一个系统的现象 有治疗师会用量子力学的微妖理论 Persurbation Theory来解释 而接受能量治疗的人 都觉得这种疗法是建计于物理学 所以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没有抵触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 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最重要的理解 它说的是当你有一个存在的系统 有些新的进入、新的能量进入 那系统会改变 虽然能量是看不到的东西 不过先进的现代科技仪器 令我们可以探测到能量或者生物磁场 有座科学研究 科学现在终于终于终于测试 正在修读能量治疗国士学位的Laura 觉得现代能量治疗和其他 临床医学一样都有科学数据去支撑 研究会以临床心理测试 采取统计数据 看看患者在治疗前后的感觉有没有分别 我们需要用适合的计则和医学用 我使用了前试试计计计 来看看这些计则有效性 我会用于医学用的计则 Laura研究了多种来自不同民族的能量治疗之后 发觉其实他们都是大同小异 只不过是能量疗法被配上不同的名字 而他就认为一般健康的人 身体都是充满着正能量 混用热能来加速血液循环 令脏瘀座的皮肤快点好 亦是其中一种能量改变系统的治疗 因为热能也是其中一种能量 能够帮到人的是正能量 不过所有东西有正也有负 能量也不例外 譬如我们身体不是很好 或者发气的人特别疲劳 没有时间练功或者没有专业训练 有时发气的时候 可能自己身体的气不太清洁 有时发气的时候 可能连自己的俗气也会发出 这样也会有可能 日本人没有经过训练就发气给人 就有机会伤及他人和自己 超过五成加拿大人都曾经尝试过能量治疗 虽然现时多数都用于强身健体和养生 但若果将来能量治疗普及 并且得到现代医学界成应 到时医病的形式 就会有所不同